好 紅毛古樸 有客歡 夜來渡河 心共舞 由明月隨我坐同船 Carol 你這個詩也太美了吧 你這哪裡超來的 這一首 這一首 是本人的初學之作 你自己做的 你的中文造詣 我還不知道這麼好 過獎了 帶水的美景 對我有深刻的印象 可是我跟你說 淡水除了美景之外 它還有很多豐富的小吃 還有廟宇文化 這你知道嗎 可是在下很挑食 很多小吃沒吃過 沒吃過 那今天我要帶個在地人 帶你好好認識淡水這個地方 怎麼樣 好極了 那我們走吧 OK 你看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 什麼 當初 是古街嗎 它其實算得上 我說這一條是我們當初 算是台灣第一條老街 那這一個房子 就是當初進來的商店 總共陸陸續續住進了九間商店 對 所以叫高亨 高亨 對 高亨 它是藏在裡面的 然後內行的商店 充滿歷史韻味的重建街 曾經面臨被拆除的危機 但在志工和熱血人士的努力下 注入新的巧思 用創意市集的方式 讓老屋新生 瞧老街的魅力 彷彿讓我們走入時光隧道呢 欣賞完淡水歷史最悠久的老街後 轉個彎 我們來到中正路上的廟宇 卡羅 你看這個東西 它是淡水相當有歷史的廟 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它是我們國家的三級古蹟 有沒有很特別 對 這個濕雕很特別 很漂亮 它的弓很細 走進廟宇 我跟卡羅的目光 完全被故意盎然的建築及裝飾 給震懾住了 高大哥 我覺得這些雕刻建築物 很有意思 你可以多介紹一下嗎 在我們的這個鎮店 有兩個八角的石柱 那是我們本地的觀音石 所砌成的 那有一個龍在這個雕刻 在這個石柱上面 那目前這個是比較有特色 台灣的這個馬骨廟 我們是唯一的 鹿港的龍山寺 也有這種 跟我們一樣的這種典型 對 對廟宇文化不是很了解的卡羅 廟裡的每一個東西 都引起他的好奇 抓著我東問西問 就這樣我們在廟裡頭 待了好長的時間 逛到肚子都餓了 你怎麼先吃啊 不公平啊 很餓嘛 餓死啊 我也很餓啊 你不是說你要帶回去什麼 吃什麼蛋嗎 這個就是蛋喔 蛋… 蛋有白色有咖啡色 沒有黑色的蛋啊 說什麼 這是鎮蛋 鎮蛋 鎮蛋 石頭蛋嗎 對 吃跟石頭一樣硬嗎 硬就是它的特色啊 我看你給我自己吃 它不多意思啊 我吃了鐵蛋喔 那這裡也有嘛 我帶你去啊 快點 我餓啦 走啦 來到淡水 怎麼能不吃鐵蛋呢 這可是當地最特色的名產之一 而另一個也不能錯過的小吃 就是魚丸 為了讓哈囉更了解魚丸 我帶著他體驗 親手做魚丸的樂趣 好像在騎腳踏車一樣 騎腳踏車 然後過一過吧 它下面三個只要用力 它就出來了 用力 不圓的在裡面 你看多漂亮 好漂亮 手比我巧耶 對 洪水都快流出來了 魚丸來賣 魚丸來賣 這是最大一顆了 那個超大的 你看 你做得比我還大顆 這個超大的魚丸 第一次嘗試自己手做的魚丸 好興奮喔 大口給他咬下 這用鯊魚肉做的魚丸 也太有嚼勁了吧 快吃兩顆 其實你吃兩顆魚丸 就等於吃兩塊魚肉 各有 吃完小吃 我帶著卡羅來到淡水 有名的茶莊 喝茶解解膩 可以來參觀一下嗎 可以來 請跟我來喔 一進到茶莊 老闆迫不及待 帶我們認識之間 茶莊五十年的歷史 這個是我祖父 在空序十八年的時候 跟林家林本元先生 跟尤其元先生等 租人的一個契約 公允1892 對 很久了 那這個呢 這個也是一樣 對 在這本昭和時代的時候 跟人家租地 然後種樹 可以拿起來沒關係 種茶樹 可以拿起來 不簡單 這個是在 我們新北市現在的石定 那時候也是跟人家租地 來種茶樹 然後來做玩笑 請用茶 謝謝 請用茶 謝謝 金儀姑娘 原來是對茶這麼講究 你要不要試試看 這個是什麼茶 香味應該是 李山的烏龍茶 猜錯地方了 差錯一點點 不小心 不小心 莫非是 阿里山的烏龍茶 答對了 答對了 對 我們品嘗到 剛從阿里山 採收烘焙好的烏龍茶 入口醇芋相當回甘 品茶的過程 根本就是一種藝術的享受嘛 淡水不僅有好茶可以喝 河岸美景也是值得停下腳步欣賞的喔 真的很美啊 淡水 你們有沒有發現淡水有另外一種美啊 它真的有另外一種美啊 怎麼說呢 就是那個媽祖廟啊 那個媽祖廟給本地人的一種心力的依靠 就是他們出海之前 就是會先去拜拜 對 要拜拜 對 求平安 求平安 對 那吃的呢 吃的 就是 他們做那個魚丸的時候 魚丸 就是 我發現很順手 有 我經常一做一做魚丸 是特別大顆耶 而且你笑得好開心喔 對 因為我做的迷你大 沒有人想笑 我想今天應該是很難忘的一天 真的很開心 對 很開心